另外也是好可爱的画面 这是台铁积极车站的猫站长 他近期公告要卸任了 因为游客中心未来整修之后呢 空间不再适合猫站长的活动 因此遭到解职停止职务 很多民众知道消息大叹可惜 更有民众表示想发起连数的活动 让猫站长继续救人 人滚滚大眼一声喵喵叫 让人渺融化 他就是台铁积极车站的猫站长 龙交散 驻守车站旁的游客中心 走到哪后头都有跟拍民众 展现超高人气 只是这样的景象 6月11号后就看不到了 民众大叹可惜还追问原因 因为消息真的太突然 才刚执行快一年半的猫站长 近期却突然公告又卸任了 公所出面证实消息 理由跟游客中心整修工程有关 未来我们公所想要在 我们游客中心 陈列一些物品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整修的一些作业 到时候可能会不太适合 我们猫站长在这边移动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局猫站长龙交散 名字经过票选 意含为在地特产火龙果和香蕉 以及温暖的太阳 前年10月由公所和在地业者 共同领养 并在2022年1月正式上任猫站长 现任消息让粉丝相当不舍 还希望为猫站长发起点数 期盼未来站长能继续在游客中心 治愈旅客的心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导